采样之注意事项 目前医院诊所子宫颈抹片检查流程十分简易 只要持健保IC卡至诊所医院 填写基本资料后接受抹片检查 并等待二至三周后寄送报告通知 就可以得知结果了 子宫颈抹片检查样本的良幼与否 需要检验人员与民众的配合 下列注意事项即是提供接受子宫颈抹片检查之女性 所需了解的重要资讯 为了取得良好的抹片样品 女性应避免在月经来潮时接受筛检 协议中的红血球与白血球均会影响判读 因此建议女性在月经干净后第二至三天进行检查 检验前避免清洗阴道与性行为 两者皆会影响抹片样本品质 另外子宫颈抹片检验精确度受到许多因素影响 必须教育受检者 互认为一次检测通过便能免于子宫颈癌的危机 定期接受检查对自身才有保障 一般妇女身材质高、矮、胖、瘦以及生产后或停经后会导致阴道有不同变化 在裁剪过程使用的工具也有所不同 您可点按画面中的工具以深入了解该工具的介绍 全部浏览完毕后 请点按下一页钮继续课程 阴道扩张器适用以扩张阴道 以利医疗人员检查子宫颈 并提供空间使用抹片棒采集细胞的工具 许多妇产科内诊皆会使用到 95%酒精固定液 此固定液用于固定以至于拨片上的样本 固定后较易观察样本上的细胞 可同时浸泡多个样本 喷雾式固定液 一般医疗车需快速将样本固定 故采用此喷雾式固定液 此固定液用于固定置于拨片上之样本 以便观察 玻璃片是用来承接采集的细胞 一粒使用显微镜判读样本 在涂抹后需以固定液固定样本 子宫内颈刷 女性停经后 原始的新形成的外颈部表皮与仪形带 会内缩至内颈部 因此需采用子宫内颈刷 采集原属外颈部的内缩表皮细胞 子宫颈刷 子宫颈刷可同时采取内外颈致细胞 木棒在此用以采集子宫颈细胞 塞样前的处理对样本品质有直接的影响 妥善的处理可降低其他因子对样本的判读干扰 您可点选画面上之各步骤按钮 进一步了解完整的采样前注意事项 全部浏览完毕后 请点按下一页钮继续课程 采样前必须先于拨片上写日期及受检者姓名 并确认受检者身份后再采取标本 以防采样后延误固定时间 导致抹片因干燥而变性 在使用阴道扩张器时 不适合使用润滑剂 应以生理食盐水润湿代替 以预防伤害子宫颈上皮 检验常见状况有排卵期间 有时会出现过多水样透明分泌物 而影响采样 最好先使用ECC注射桶 抽出一些分泌物后再做抹片取样 另外如有感染导致浓稠分泌物过多的情形时 建议病患先接受治疗后再做采样 如遇到严重感染或出血等状况 应该由医师处置治疗并评估后 再约时间做抹片采样 在采样时依对象的状况 选择适合的工具进行采样 从收集样本到将样本抹上剥片的这些步骤 虽然只有几个动作 但其中需要注意的细节不少 对采样的品质也有相当的影响 现在请依序点选按钮来观看注意事项 全部浏览完毕请点按下一页钮继续课程 在采样时有一些简单却十分重要的注意事项 如有需要施行触诊 建议先行抹片检查后再进行触诊 检验中如果有异常状况 如阴道出血或子宫颈外观有异常变化等等 皆放弃采样 并建议患者到适当的医疗机构就医 而在进行中有几个小细节需要注意 在抹片上必须有一定量的磷状、柱状 及来自子宫颈移形区之细胞 因为这些部位都有可能感染HPV病毒 因此采样时需要兼顾到内外颈部 在停经后子宫颈内缩的情况下 需要使用子宫内颈刷 而在怀孕或产后子宫颈外翻时 需要以抹棒或子宫颈刷来进行采样 一般妇女身材之高、矮、胖、瘦 以及生产后、停经后 会导致阴道发生不同变化 适当选择不同之阴道扩张器是必要的 使用时将扩张器之固定栓朝上 徐缓插入 经阴道至子宫颈部 避免用力过当 造成子宫颈上皮损伤出血 最重要的是 必须要看到子宫颈处才可以进行采样 一般而言 木质抹棒与塑胶抹棒使用方式相同 为避免木质抹棒影响细胞核 较建议使用塑胶抹棒 使用抹棒时 如果有变化的外颈处范围超过木抹棒的长度 采样方法从接近内颈口部的地方 向外延伸至旧的鳞状上皮外侧 大约一公分左右处的正常鳞状上皮 做放射状采取标本 也可反方向执行 假使有变化之外颈处范围未超过木抹棒之长度时 则以360度旋转采取标本 采样时 除停经后妇女子宫颈口会越趋狭窄外 尽量避免使用棉棒 可以塑胶抹棒代替 2003年WHO公布之世界癌症报告中说明 使用木棉棒采样亦导致细胞和变样 造成诊断偏差 因此建议改以塑胶抹片棒取代 因塑胶材质较不易因变形 造成采量不足或细胞变异之问题 使用子宫颈刷进行外颈采样的方式 类似抹棒 从旧的鳞状上皮外侧大约一公分左右 正常鳞状上皮的方向内延伸到接近内颈口部 做放射状采样 也可反方向执行 采集内颈部之细胞时 可利用刷子360度来回旋转一次即可 虽然子宫颈刷可同时当作内外颈处使用 但因为工具前端宽度过宽且突出部分短 可能无法采集足量的内颈细胞 因此不建议仅以此工具采取内颈细胞 最好只当作采取外颈处样本之用 而子宫内颈刷的使用方式 需插入子宫颈管内 旋转45至90度即可 如停经后子宫颈管口过度狭窄 以至于无法采样 可勉强以棉花沾生理食盐水 与子宫颈管口与阴道丘龙部采样 但尽量避免 制作样本时刷阴雨采样 应反向将细胞摊平 且在波片上涂抹 依抹刷一次即可 最多不超过两次 且必须厚薄均匀 才能看到细胞详细的结构及排列状况 也可避免细胞重叠 当采样涂抹在波片后 仔细查看波片上的简体是否适当 不能过多或过少 如果发掘过少时 请马上再涂抹一次 如果过多时 则应立即擦拭掉一些 经过繁复的采样过程后 还有许多流程需要注意 在采样后 首先需将样本固定 接着将固定好的样本 送至判断单位进行样本检验 当检验结束便将资料发送回原检验所 而检验所需通知样本检验为阳性的个案 回检验所复诊 在样本固定的阶段 一般检验所使用95% 酒精固定液 使用时将样本置入固定缸中 固定缸中的酒精溶液需盖过检体 并将固定缸加盖 如有多个样本 必须在样本间留空隙 以免不同样本细胞混淆 样本浸泡于固定液中 需超过20分钟以上才能取出 否则可能产生细胞变性 且样本涂抹于拨片后 需于5秒内放入固定液中 如有延误将造成固定不良 而影响判读正确性 另外固定液需保持清澈 使用次数过多及更换 避免未固定之细胞 混入不同采样标本中 而喷雾式固定液 适用于医疗巡回车之抹片采样 喷雾出口处至拨片的距离 必须保持20公分 来回喷洒一次 使用量要适当 用量过少 检体在拨片上会有部分干燥 用量过多则会导致检体被固定液冲走 喷洒后将抹片平放至干燥为止 将样本发送至判断单位后 即由判断单位以细胞学诊断系统来进行评判 判断结果将于两周内寄回检验所 当发现受检者检测结果为阳性时 检验人员有义务通知该个案回来复诊 如个案不愿意回单位复诊 则请他回检验所领取引印本并转诊 如果判断单位评估错误 未诊出个案体内病毒 则会造成假阴性的结果 至于判断错误的原因 以及样本品质分类 我们将于下一节说明 请您点按左方选单 继续课程